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外的网站披露出最新的消息 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老总被抓了 被双规了 包括姓蒋的 这个消息就非常特别了 也就是说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概念 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来之后 11月14号上来 16号雷震富就出事了 大概应该在星期五的节目当中 我已经跟大家提醒过了 我说习近平要他主要的人马的人 把他子女在外面读书的全都回来 大家注意到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子女的 都是跟习近平比较贴近的人 或者说原来说叫 包括像马凯这样的温家宝的人 在政治局常委当中隶属于江泽民的那些人 没有声音 大家注意到没有声音 那俞震生呢 人家没孩子 对吧 这我们知道 王岐山也没孩子 所以这个是看的 那除此之外 其他人没声音 我们当时已经跟大家分析过 我说这是习近平要动手了 这个消息披露出来 紧接着就会动手 而且他的做法很直接 会像当初这个十八大完了之后 而这个两会开完的 人大开完了呢 第一个被拿下来的呢 是原来湖北省的政法委书记 给拿下来 这是继李春成之后第二个省 就是副省部级的官员 而李春成和湖北的政法委书记 这两个人他的顶头上司都是周永康 所以我们就提到说周永康就麻烦 周永康很可能就已经够呛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今天看到的忠实由忠实化出世 而且在文章里直接点出 周永康的儿子很可能已经如何如何了 在我的看来呢 可能不仅仅是周永康的儿子如何了 而是周永康本身现在是否有自由 已经是问题了 那咱就看这一期的特别消息的是怎么报 文章题目这么说 文章讲说 蒋洁敏被双规 中纪委开始彻查中石油中石化 根据中纪委内部的消息讲 原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日前已经被双规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和总经理王天璞 也已经被中纪委锁定 那两会过后开始彻查中石油中石化 这两桶油大戏正式拉开序幕 那这里提醒大家 今天现在习近平跟带着彭丽媛正在俄罗斯访问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这样的消息出来 他表明一个态度 今天习近平大权在握 而且国在主要的岗位上 他已经稳住了 他敢拿中石油中石化 目标冲着周永康 那就是周永康已经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了 而周永康在石油系统的所作所为 他原来的根底却跟曾庆红直接有关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应该说这条消息具有爆炸性的是在这 反过来说李克强在有关国内处理反腐的问题 以他总理的身份 他已经同样把握相对的一种稳定性 换个角度上说 也就是今天中国内部的问题 已经不能允许他们随意的去浪费一天两天三天 可以这么理解 文章这么解释的 在蒋洁敏辞去了中石油董事长之后 3月18号下午 国资委召开下属的一百多家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 会上宣布中组部任命蒋洁敏为新一届国资委主任之后 蒋洁敏即刻被中纪委带走 没有在中石油任职期间直接双规 是在宣布其国资委主任之后才采取行动 是为了不影响中石油的日常工作 李春成是在成为了中央委员之后被抓的 所以习近平在操守这样事情的时候 他的玩法跟原来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玩法不太一样 当时分成江泽民的派别改革派团派这样的派别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是在关键的政府位置上和中共内部权力位置上进行打斗 十八大就是最清楚的政治局常委的斗争的结果 那是最清楚的 这是他的做法 习近平不是这个操守 习近平不这么做 你爱怎么打怎么打 你打完之后我就干 就是我有了权力坐实之后我就整理 我根本不管你卡位不卡位 我也不管你谁是谁 这就表现习近平我们一直说他的背景 他的家庭的 他的一切的优越感是原来其他那些人都不具备的 这也就是我们看到他的操守跟别人不同 但这样的操守的做法很稳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可能真的跟习近平的自身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 他从小吃了那么多苦 除此之外 在2007年薄熙来没有上位之前 在这个看节上 其实习近平非常低调 我们也看不到有关他的新闻 有关太子党的新闻 看不到他 也就是说今天他大权在握的时候 他自身会相对很干净 他就不像其他太子党 这样的话 以他的角度进行出手的话 别的人不好办 文章紧接着提到说 蒋介敏个人财富已经多达数百亿 在中石油将所有的石化项目都非法承包给自己的人 蒋介敏个人收入每年数十亿 目前最引人注目的是将多个上百亿的巨型石化企业承包给了上海会生公司 而上海会生公司的老板是周永康的儿子周斌 这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过的 他动了石油了就动了周永康了 动了周永康了就剑指曾庆红了 文章详细的介绍说 中石油中石化 同时都是周永康在石化的亲信 也就是说蒋介敏和中石化的傅成玉和王天璞都是他的亲信 那周永康借此垄断了整个中国石油行业 为中国老百姓提供只次价高的成品油 中石油中石化被指为是周永康父子的摇钱树 在胡温主政时期 凭借周永康的势力多次强行降低成品油的市场供应 威逼国家将其成品油涨价开绿灯 也就是说温家宝拿周永康一点办法都没有 温家宝拿中石油中石化一点办法都没有 大家还记得在十八大开完之后 李克强曾经直接点名了五家企业 这五家企业就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另外两家企业是电信企业 是江泽民的儿子管的企业 文章接着讲的比较详细说 蒋洁敏被双规后 中石化的董事长傅成玉和总经理王天璞也将很快被调查 牵扯到几门丑闻的中石油中石化 如四川石化武汉以西镇江以西和天津以西 还有被曝光的是北京和元景义大酒店等将被重点调查 预计中石油中石化将有数百位贪官为此落马 那如果老总被抓的话 下面相当以他这个级别 他是部级的官员 中石油中石化的老板相信一定是部级的官员 那他下属的众多局级官员肯定都麻烦 这个消息如果确实 我们相信在这几天会有大批的资金往外跑 会有人往外跑 中石油中石化赚老了钱了 对吧 他们的护照也准备老了 那有些人是在外面住 但是呢 太出名的人 就是像这些人 他跑哪也跑不了 那周永康和这个他儿子周斌呢 在我个人的角度看来呢 其实现在恐怕很难说 他还有人身自由了 石油八九先把他们控制住之后 才会干这事 对吧 才会干这事 因为控制他们并不是怕他们去跑 去如何 而是控制他们是因为怕他们 去跟其他人放风和联络 那石油行业 这笔钱可不是几个亿 十几个亿算账 如果整个把家底起出来 把他们个人的资产都归为国有的话 那GDP没准就 今年的GDP咔嚓涨 涨了一个百分点 两个百分点 这都保不齐的事 最关键的问题 如果把他们贪污的钱拿进来 那都是现金 是开始 我们跟大家分析过 今天中国的社会 他面临很大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金融危机 按照郎贤平的说法 金融危机已经在进行中了 金融危机的进行中的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缺少现金 而今天习近平他们接手的摊子呢 大家想想 前三十年 就是解放之后 所谓的解放之后了 应该就是 就是这个76年 邓小平之前 四十帮之前 前三十年 毛泽东束缚了整个 这国家是他们的 后三十年 变成这群人 对吧 以六四 以九九年 对法轮功迫害为基础 来迫害老百姓 变成他们来挣钱 那整个一左一右 使摊子 这个使摊子 转给了习近平 习近平怎么办 所以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 习近平唯一能够想办法的 就是要缓解社会压力 而缓解社会压力 当他上台之后 他采取了几个方式 就是他跟李克强 以亲民的方式 以西方民主社会 那样的总统总理的操守 和形象的方式 来表达出来 而对内呢 他就出现一个问题 杀贪官 来重新拢回民意 那杀这样的贪官 这是他等到 拿下国家主席和总理之后 来直接杀的 大家注意到意味深长 就是在温家宝 做完政府工作报告 胡锦涛 做完相应的交接手续之后 连续鞠躬 意味深长的长时间握手 这个习近平说 这个德高望重 怎么怎么怎么 用了一堆词 言外之意就是 大家现在想起来 如果这消息是真的 言外之意就是 哥们你干嘛 那作为习近平 他只有这样的操守 干掉这些 大家认为不可能被干掉的人 才会有机会 而被干掉的人是什么人呢 我个人认为呢 是非红二代 我说非红二代 大家会看到可能 像陈元 像张海洋 这些跟习近平父辈 同样的家庭的这种情况 动他们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个人画个问号 但是江泽民 包括周永康 这样的人 他却可以动 他也敢动 那曾庆红 我们一直说 这是一个问号 他是太子党 但是这个人又太坏 太子党当中 相信很多 对很多人对他很忌讳 这个人很别扭 如果习近平拿出他 我们说很憨厚那样 就直接了当干掉 这也是未尝扑可的 因为干掉周永康 涉及到这个整个石油系统 必然会涉及到曾庆红 而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在上海 在这个香港已经贪了官司 然后弃保而跑 那完全可以借助这种情况 会往下发展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这篇文章里最后的结尾 也很很简单 蒋介敏被双规 标志着周永康 这一代全间巨摊 将很快走向可耻的终点 那这就是整个这样的内容 所以我们 我跟大家说过 三月下旬我们会有戏看 那这么看来 戏已经唱了 我们看能唱到哪份上 那在石超的眼睛里 我们可以跟大家讲 这是直接冲着原来江家邦的 这是没错 但走到哪一步 我们拭目以待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